林口长庚医院公布新冠肺炎最新研究成果 发现重症患者尿域当中的隔浓度比轻症患者高 而且浓度越高,临床愈厚越差 读科医师指出,常见的隔污染来源除了职业暴露以及抽烟之外 饮食暴露像是吃到被隔污染的贝壳类海鲜 也是一个重要的污染源 新冠肺炎疫情秋冬恐怕再起 林口长庚医院最新研究发现 新冠肺炎重症患者的尿域中 隔浓度比轻症患者高 而且浓度越高,临床愈厚越差 常见隔污染来源除了职业暴露及抽烟之外 饮食暴露也是一个重要污染源 例如食用遭隔污染的贝壳类海鲜的 研究团队表示这次研究共有五百七十四名新冠确诊患者 其中两百五十二位为重症 经过统计发现 相较于轻症患者 重症患者中的平均年龄较大为七十点九岁 尿域中的隔浓度也偏高 在进一步分析 尿域中隔浓度越高者 血氧不足需要使用呼吸器的比例较高 死亡率也较高 由此可以证明重金属隔的暴露 与新冠疾病严重度息息相关 隔中毒有两个器官会受到影响 第一个它引起肾功能的异常 造成肾衰竭 那另外隔中毒也会引起骨头病变 研究团队提醒隔是一种有毒重金属 更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第一级致癌物 目前没有解毒剂 隔经常用来做镊隔电池 涂料色素等 相较于其他重金属 隔更容易被农作物 蔬菜稻米等吸收 因此呼吁民众戒烟 避免空气污染暴露 防范日常饮食可能接触到 过量隔暴露的风险 记者赖水平 蒋龙翔 新北市报道